字幕君 张张 妈妈要去商场 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玩具 谢谢妈妈 不客气 大雄 起床了 喂 都几点了 太阳晒屁股了 起床了 哇 你不是说要陪我去逛商场吗 我的精神很想陪你去 但是我的身体不答应 那我不等你喽 我自己去喽 拜拜老婆 你等一下要把厕所的马桶给刷了 听到没 听到没 壮壮 妈妈要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 等一下要负责监督爸爸刷马桶 要是爸爸不起来怎么办 那你就给妈妈打电话 不然的话 知道了吗 记住了 妈妈再见 大雄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爸爸妈妈走了 起床了爸爸干活了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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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困 电力疾风 哎呀 觉都不让人好好睡干什么 电力疾风 谢谢教我起床 哎 接着玩啊 徐萌萌给我杀回马枪来 我跟你说我很困 没有办法陪你去 您好先生 我是您家刚搬来的邻居 嗯 我想问您借一样东西 哦 可以没问题 什么 哦就是那个 钉钉钉 啊 就是钉钉子的那个 啊哈哈 钉钉钉是吧 对对对 我去给您拿啊 请 先生 我可能 不太会钉这个 啊 你能帮帮我吗 不可能 我爸特别来 啊 庄长 爸爸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对人嘛 要有爱心 邻里之间应该相互帮助嘛 我乐于效劳 啊 那真是谢谢您了 您真是一位 有风度的男士 哈哈 这都让您看出来了 哈哈 啊钉钉钉是吧 啊对对对 啊 你们家啊 啊请 好谢谢您啊 不客气 爸爸我们家的马桶呢 哈哈哈哈 小兵 鱼上大想干什么呀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宇航员 真的呀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嗯 你来当宇航员 我就当宇航员的领导 我来领导你 那我不当宇航员了 你耍赖 难道我领导你不好吗 不好 真大疼了 对不起啊小兵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嗯 小兵 小兵 糟了 原来他也会生气 清 转转转 轻点儿 我胳膊都快短了 你不就是去帮霍家阿姨 订了一个钉子吗 就累成这样了 一个钉子 一百多个好不好 一百多个 他是卖钉子的 啥 什么呀 人家是画家 要把所有的作品都挂在墙上 好多呢 哇好厉害呀 那是 你以为谁都像你妈似的 成天就会逛个商场 没深度 爸爸 你帮完了霍家阿姨 你就应该帮妈妈刷马桶了 看见了没有 爸爸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你还忍心让我去刷马桶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妈妈的电话是 138 尖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是你爸爸 对不对 对 咱们俩这么好呢 妈 嘿 你能不能就 睁着眼闭着眼 行 好儿子 妈妈的电话是 你不是说了不打了吗 答应我睁着眼闭着眼 怎么还打呀 对呀 我正在这样给妈妈打电话呀 全呀 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了呢 木头脑袋吧 庄庄不是木头脑袋 庄庄是电脑 我看你这个电脑啊 是中了病毒了你 庄庄没有中病毒 庄庄觉得你今天有点问题 我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啊 好吧 那好吧 你给我写份检讨 我给你 对呀 爸爸给儿子写检讨 好 妈妈的电话是 不行 三千字 太多了吧 四千字 你不能这样啊 五千字 成交 哪也不许去 写完检讨刷马桶 听懂了吗 我 妈妈的电话是 对 听懂了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能 咱俩全是爸爸 你啊 我去 检讨 检讨 桃子怎么写 不是我不写吧 老有人打断 熊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再请您帮我一个忙 可以吗 很乐意为您效劳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这个 他都已经帮你 垫了一百多个钉子了 可是有五十个 刚才已经掉下来了 谢谢 他摔坏了我好多相框 是这样 那太对不起了 您看需不需要我 不用不用 您来帮我钉钉子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不过熊先生 我现在还需要你来帮我 一个小小的忙 可是我现在家里 有事儿 有事儿 我理解 我一看见您 我就知道您是那种 很有家庭责任感 和社会责任心的好男人 在这个社会上 像您这样的好男人 已经不多了 是吗 对啊 我看那个钉子 还是我自己钉吧 不过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什么 就是那个 刚才 钉钉钉 对对 没问题 好 随便用 行 好的 您家这个实在是太沉了 哦 这样啊 那还是我去帮您吧 您家不是还有事儿吗 没事儿 完全没事儿 行 那行谢谢啊 好的 请 说说 她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 珊珊 你有什么事儿 小兵她不理我了 你说怎么办呀 你肯定又欺负她了 我帮不了你 才没有呢 你说怎么样才能让小兵 你我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个女的也是这样的 她说话声音柔柔的 眼睛闪闪的 然后再说一句 先生 你可真是一位 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呀 然后我爸就走了 我好像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如何对待男事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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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接着写检讨 写完检讨刷马桶 请问您是不是姓周 叫周扒皮啊 不对 我姓熊 那你就叫熊扒皮 我答应了妈妈监督你 儿子 你看能不能就算了 好不好 你帮帮爸爸的忙 不行 看来我必须给妈妈打电话了 别打 大雄孔子 你今天的做法很容易惹妈妈生气 其实我知道啊 可是爸爸也是身不由己啊 对不对 我觉得你就是喜欢漂亮的画家阿姨 胡说 绝对没有 儿子你听爸爸说啊 其实爸爸交几个异性的朋友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 而且你想想爸爸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对人要有爱心 要乐于助人是不是 对一个陌生人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邻里之间呢对吧 那好吧我原谅你一次 这就对喽 那你看咱这个检讨书 不用写了 你手都砸成这样了 你还是你疼爸爸 我的意思是你赶紧刷马桶去 我的手都这样了 你不是还有这个手吗 小兵 莎莎正找你呢 真的 那我赶紧跑了 估计你现在跑不了了 你看 莎莎 小兵哥哥 你别过来打我 我怎么会呢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小兵哥哥 可是我找你有事情说呀 什么事说吧 对不起 今天是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这么有风度的小兵哥哥 肯定会原谅我的 好吧 谢谢你 那咱们一起去玩吧 好的 小兵真像我爸爸 小兵子大智慧 有了它 据说可以轻轻松松把马桶刷 天忆啊 不是我不想干活老有人打断 谁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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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吗 方便 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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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好 熊先生 你们家装修得不错呀 您是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吧 为什么要在家里放这么多的玩具呢 肯定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 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认为 好 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就直说吧 我这一次来不是想请您帮忙 我是想请您吃顿饭 这个就不必了吧 您看看您帮了我这么多的忙 我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 而且您的手都受伤了 所以我还是想请您吃顿饭 你看就是帮您钉了几个钉子 也不是什么大伤没关系 吃饭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您太客气了 熊先生 您手受伤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 我就在想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想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 这个 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您吃顿饭 向您表达我的感谢 我知道我知道 熊先生 您是怕您太太有什么误会吧 怎么会呢 不可能 完全不怕 熊先生 您真是个好男人 现在这个社会 像您这样的男人 实在是不多见了 要不这样吧 您要是实在不愿意吃饭的话 那我请您在小区的冷饮店 喝杯饮料怎么样 这 这个 熊先生 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您要是实在有顾虑的话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您 谢谢您 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顾虑 我的字典里翻不出顾虑两个字 小区冷饮店 走 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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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两份草莓冰淇淋 好 稍等啊 熊先生 我听说您对画画有一些了解是吗 了解谈不上 就是在从事这个职业而已 是吗 那您到底从事的是国画还是油画呢 动画 我是搞动画设计 动画也是画嘛 对对对 看来我们是同行啊 同行同行 熊先生 看不出来您还是个艺术家 谢谢 谈不上什么加不加的 谈不上谈不上 熊先生 我一看见您就知道您是一个特别有涵养 特别有深度的艺术家 而且肯定还是一个好男人对不对 过奖了 其实我一直以助人为快乐之本 在体会这种快乐的同时也激发着我的艺术灵感 是吗 那您对艺术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吗 见解谈不上一点拙见而已 您太谦虚了 其实我一直在研究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个人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 对对对这一点我感同身受 那么艺术呢又高于生活 那么艺术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 我也一直在追寻着答案 您找到答案了吗 答案 我能先上个洗手间吗 当然可以了 你 是没 好的 老板 喂 两杯巧克力冰纱带走 好嘞稍等 谢谢 小姐不好意思啊 这里有人了 不好意思啊 是我不好意思 没关系 小姐 你是新搬过来的吗 之前没见过你 不好意思啊 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是今天刚搬到这个小区的 欢迎欢迎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小区啊 邻居之间感情特别好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直接跟我说 我叫萌萌 您太客气了 我叫小文 不过您说的真是 我今天认识了我的隔壁邻居 她人特好 帮了我很多的忙 哎哟 你人长这么漂亮 要帮你忙的人啊一定很多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她人特好 而且她还是个艺术家 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找个好男人真的不容易 我也是这样觉得耶 不过我觉得我老公还行 她人也很好 就是有点懒 你才是真的漂亮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老公肯定会不错的 哎哟 哎哟 被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啦 哎 对了还没有问你 你住哪儿啊 我啊 我就住在那个楼啊 二单元101 哪儿 二单元101啊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啊对了 今天帮你忙的那个男人 是不是长得有点胖胖的 头发有点黄 然后说话会 哩哩哩哩 就算是吧 怎么你们认识吗 我们认识 认识 认识 认识好多年了 很熟的朋友呢 哎 他今天都帮你干了些什么 哦 其实也没干什么 他就是帮我订了一百多个钉子而已 一百多个钉子 哈哈 这个男人还真勤快啊 他不是勤快 他是热心 手都钉破了 热心 他会热心啊 是啊 我真的挺感谢他的 所以我请他下来吃冰激凌啊 吃冰激凌啊 哈哈 你们两个进展面还挺快的哈 你说什么啊 啊啊没什么 哎 他人呢 他 他去洗手间了 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 哦 洗手间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没关系 哈喽 艺术家 啊 还没介绍 这位就是 熊泰 报告老婆 我把家里 楼上 楼下 里里 外外 桌子 茶几 全部收拾得干干净净 坏人一心了 哈哈 啊 你好辛苦哦 来来来来来 坐着歇会儿 来来 不辛苦 应该的应该的 哎呦 老公 你流着满头大汗呢 我来给你擦擦汗 哎呦 好辛苦哦 老婆你真好 哎呦 老公啊 我刚才在看杂志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啊 那你说 你那一百个钉子 是怎么钉上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家还收拾得不够好 我应该重新再收拾一遍 哈哈哈哈 jar阿 好 保此 不要 confus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